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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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一想在爱情当中 你是变得荣光焕发 越爱越爱 还是神情憔悴 越爱越累越辛苦呢 有一些人告诉我他们一点都不喜欢在爱情当中的自己 比如说他们发现自己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常跟外面的人搞暧昧的人 出回的现象一次又一次 所以呢搞得自己开始疑神疑鬼 没事就去检查自己的手机 当他一晚回家的时候就会心惊胆跳 他们会说以前的我是那么愿意相信爱情 相信别人的 但是跟他在一起以后 我发现我变得疑神疑鬼 我开始不只是不相信他 我连身旁很多人都不相信了 我真的好不喜欢那个在爱情里的自己 又或者是另外一半对自己充满了处处嫌弃的意味 脸蛋不够漂亮 身材不够火辣 家世不够有钱 工作不够体面 等等等等 你不断地努力付出 想要获得对方的肯定和赞美 但是却发现自己好累好累 甚至乎你要的不是赞美和肯定 只是希望对方多看看你 多爱你一些 你是不是也沉浸在这样子的一个爱情氛围当中呢 安老师要告诉你 如果为了得到爱 去做一个自己也不喜欢的自己 那这不叫做幸福 你要觉醒的是自己是不是一直在爱情当中讨好对方 如果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讨好对方的角色的话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这一种压抑委屈的情绪 其实会把一个人压垮的 当自己再也受不了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你就会爆发 然后最后离开这一段感情 所以如果是为了爱情延续而去委屈求全 去压抑自己 刻意地去讨好 其实是一个不治之举 因为最后是你自己会受不了 另外一方面 对于对方来说 其实你的用意可能是你想要讨好对方 让对方可以更爱你 让对方可以在这个感情里面付出多一些 但其实 对于你要去讨好对方的那个他来说 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了 他又为什么要珍惜你呢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爱里面去过一个平衡的生活 这个平衡的意思呢 就像一个算式的等号两头 你有多爱对方 为对方付出多少 那么请你也相等地那么爱自己 那么地对自己好 这才是一个我们说能量平衡的生活 其实在安安老师看到很多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案例当中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能量是不平衡的 这个能量不平衡表示的就是 可能能量就是只是直出不入 也就是他只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 却没有滋养自己 因此 过一个能量平衡的生活 无论是在爱情里 或者是对于一般人的生活来讲 都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 当然运用到爱情当中 我们就知道 你对对方做了多少事 那么也请你用同样的经历 好好的去爱惜自己 疼惜自己 安安老师在这里呢 想要教大家三个法则 这三个法则就是 让你可以在爱情里面 过一个能量平衡的生活 首先第一个法则就是 你要放下期待 尊重对方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表示说 其实很多人在爱情当中 他为什么会刻意地 不断地付出 让自己筋疲力尽 还是在讨好 想要满足对方的需要 有一点很重要 是其实因为我们对对方带了很多的期待 我们希望他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想 那如果我一直付出 他是不是就会按照我的期待去改变 因为我已经做这么多了 会不会引起他的一些罪恶感或内疚感 然后引发他的改变呢 但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 放下期待去尊重对方 这个不仅看起来是一个对对方的行动 事实上你是让你自己解脱 当我们能够真真正正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 他的本来面貌的时候 我们就会消除那些我们想象当中的 我们希望预期他达到的那些期待 而当我们愿意放下那些期待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苦苦相逼 我们的这个苦苦是苦了自己 不断地付出讨好 去希望对方看到我的付出 所以改变成我期待的样子 我们就不会这么做了 因此第一点很重要是 你要尊重对方本来的样子 放下那个期待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啦 安安老师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一定要忍耐对方种种坏习惯 就算是我不喜欢的 我都要接受他呢 我在这边想要做再更多一点澄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期待他改变 我们不接纳他原本的样子 所以就造成了一种执着 我们就卡在那个关系里面 你明明知道他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一心期盼他会变 所以就不断地拉扯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尊重对方 放下期待 接受他本来样子的话 那么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 第一种就是 你跟他在一起 你觉得OK 我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自己也心平气渴 然后对方也会感觉舒服很多 或者是你真的看到他就是这样子 你也接受他是这样子的人了 所以我不再期待想要去改变他的时候 你就会想那我们适不适合在这个关系里面 如果真的不适合 你会心甘情愿地退出这个关系 并且祝福他人 而不是一直卡在这个关系里面 希望对方改变 然后你身先士卒 不断苦苦 苦了自己去相逼对方 对方不改的时候 你又感到更加的不公平 更加的痛苦 所以学会放下期待尊重对方 是很重要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讲的是 表达自己 创造共识 这个意思其实是 我们要回来看我们自己 刚刚第一点讲的是 我们要对对方做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回来看自己了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在一段感情里面受苦 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 我们遇到错的人 而是因为我们把对方 变成了错的人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并没有守住 自己在爱情里面 那个健康的界限在那里 而让这一段关系 两方的角色越来越不平等 自己越来越不快乐 为什么我们不能守住呢 其实很大部分是 来自于我们内在的不安全感 我们害怕 我们没有自信 如果我坚持这个界限的话 我还能不能够跟他 继续待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呢 因为我们害怕失去 因为我们不够自信 所以我们愿意退 一退再退 而最后让自己在这个爱情当中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所以我们说这个错的人不见得是一开始他就是错的人 而可能是你不断的退让 不断的把对方给宠坏了 所以第二点 我们讲的就是要表达自己创造共识 也就是说你愿意在爱情当中 你自己的内在感觉你是愿意让对方知道的 你愿意清楚地去表达你内在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 这个需求也不是逼对方就反 而是你愿意听对方的感觉 同时表达自己感觉的时候 两个人有没有可能 在一起创造出一个 共同都愿意妥协 愿意去磨合的 这一条路径 因为在爱情当中绝对没有只有你配合我 或只有我配合你的 这样子双方一定有一天会因为受不了而分开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愿意非常深刻地去聆听对方的感觉 尊重对方的感觉 而同时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这种表达感觉的出发点并不是一种反击 你说了你心情很不好 那我也说我心情更不好 就是好像在赌气一样 在拿这个感觉来互相对抗 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双方都有一个共识 我们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大家的眼光都看着这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说出自己的感觉 你的感觉不好 我的感觉也不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彼此的感觉都好一点点呢 我们不再是委屈求全 我们也不是泼妇骂劫 而是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 说出感觉以后讨论共识 第三点呢 就是要留时间爱自己 爱自己的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去做一些你感觉能量充满的事情 你可以多充实自己 而很重要的可不要忘记 你还有许多的社会支持系统是需要你花时间去维系的 例如留时间陪伴家人和闺蜜 或者是好哥们聚会 这些对你来说也是滋养自己 爱自己的一个方法 我看到一些人呢 他们就是有很严重的见色忘游 或者是说 他们世界就是围绕着 另外一半在打转的 没有留时间给自己 没有留时间给社交活动 也没有留时间去陪伴自己的父母 其实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等于你切断了许多能够滋养你的 这些爱的来源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听了今天的节目 是时候要接回这些爱的能量来源哦 所以今天安安老师综合了以上三点 要给大家的安心惊惧就是 过一个在爱情里能量平衡的生活 你有多爱对方 你就要多爱自己 关于今天的话题 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想要跟安安老师 或者是其他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欢迎你们上 心安理得的讨论区来留言 你如果很懂得爱自己 那更要上来留言 教教其他的听众朋友 怎么样过一个能量平衡的生活 我们在讨论区里等你哦 收听心安理得 让你对心理学多一些知识 对人性多一些了解 你对世界就多一分明白 而对生命也就多了一分自在 感谢你今天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